好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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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按一下那个录音的 好 然后麻烦镜头打开一下 没有镜头的跟我讲一下 可以吗 今天是全道吗 是的 好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好 那基本上的话 上一节课 我已经把第14章的东西都上完了 好 那今天的话 我们会来看一些 这一个章节的题目 可以吗 好 所以来看第一题 好 这一题在课本349页 好 然后他说 为了方便储存 运输 还有食用 好 工业上面常常会将 这个过氧化氢 转换为固态的 这个过碳酸钠晶体 好 然后他告诉你 他的化学是长这个样子 可以吗 好 然后他说 这一个晶体 他具有碳酸钠 这个东西 还有碳酸钠 还有过氧化氢的 这个双重性质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看作 是一个碳酸钠 你可以把它看作 是一个 那个过氧化氢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他的题目 要问的是 下列物质中 不会使这个过碳酸钠 晶体失效的 应该是哪一个 好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 告诉你的事情是说 他要你去找说 下列哪一些物质 不会去跟这个 过碳酸钠晶体 发生反应 这样可以吗 No reaction 可以吗 这一句话 他告诉你 下面这四个选项 里面哪一个东西 会跟这个过碳酸钠晶体 没有反应的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在这边 你的这个二氧化氓 它会跟这个过碳酸钠的 晶体发生反应吗 会吧 会 会 会吧 它会跟碳酸钠反应 还是跟过 那个过氧化氢反应 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吧 它应该会跟这一个 过氧化氢发生反应 对吧 OK吗 好 所以在这边 这一个过氧化氢 会跟二氧化氧反应 分解生成水 跟这个氧气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 会让这个过氧化氧 过碳酸钠的晶体 失效的 这样可以吗 好 那硫化氢的话 它会跟哪一个东西 发生反应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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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了 翻转了 它反应之后会 生成什么东西 有人在吗 你现在这个硫化氢气体 遇到这一个过氧酸钠的晶体 它会跟这个 碳酸钠反应 没有错 但是它会反应 生成什么东西 硫氧化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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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水 硫氧化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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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反应生成什么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拿这个 HCL 去跟它比较 来你的HCL 加上Na2CO3 我应该会产生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反应中有学过对吧 在第九章有学过了 然后在第十二章 又有出现过这个反应反程式 有吧 这个 有 所以这边 你的HCL 会反应生成什么东西 NACL NACL 还有 H2O H2O 还有 还有 两化氧 两化氧 对吧 好 所以这边 我只是把HCL 换成什么东西 罢了 H2S S 对吧 因为你现在不知道 这个反应反程式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去做类比 对吧 所以在那边 你只是把HCL 换成什么东西 Bio S S对吧 所以这边 你这个就会换成 硫化钠 这样有问题吗 所以配瓶之后 自己再配 可以吗 所以这边 你的这个硫化氧 是会让这个 过碳酸钠 晶体失效 会还是不会 会 会 因为它会发生反应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选项 应该也是 不能够选 所以C演算 刚刚这边 已经讲过了 你的HCL 遇到NA2CO3 会发生反应 所以这个也是 不能够选的 好 所以在那边 有Dong key 这个选项 是可以选的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题答应该是 Dong key Dong key 这样有问题吗 OK 好 所以我把他们的方程式 都列出来了 这样有问题吗 好 所以这题答案是Dong key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方程式 都一个一个 介绍给你们 但是有一些方程式 你是可以自己 去类推的 对吧 像是这个 碳酸钠 跟硫化氧的反应 课本是没有写的 对不对 课本完全没有写 这个方程式 对吧 但是你能够去类推吗 可以 可以 这样有问题吗 所以不要再给我讲 化学是什么 logic的东西 好来 接下来下一题 好 下面这题 它讲说 能够实现 系列物质 兼直接转化的元素 会有哪一个 好 然后它讲 这个转化 是指中间 这个过程 可以吗 好 所以一个一个来看 这四个 它给你的 这四个选项 都是单子 对不对 对吧 对 好 然后它讲说 我加氧气之后 生成氧化物 好 所以你的硅 氧化了之后 会变成什么东西 加氧气 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 对不对 二氧化硅 然后你的硫 然后你的硫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然后铜呢 氧化硅 氧化硅 对吧 然后铁呢 三氧化二铁 三氧化二铁 对吧 好 所以在那边 它从单子加氧气 变成氧化物 这四个都能够办到 对不对 所以你有办法 分出来它哪一个 才是答案吗 没有对吧 嗯 好 接下来它讲说 我要从这个氧化物加水 变成酸 或者是碱 好所以在那边 你的二氧化硅 能够溶解在水里面吗 不能 不能够对吧 所以它有办法形成酸吗 或者是碱吗 没有 没有办法对吧 好 然后二氧化硫的话呢 它能够溶在水里面吗 可以 它可以对吧 它可以生成什么东西来的 亚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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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可以吗 然后你的氧化铜呢 不容易水 它不容易水 对吧 所以它有办法形成像是氢氧化铜这个东西吗 不能 它不能对吧 这样可以吗 你的氧化铁呢 氧化铁也是不能够溶解在水里面的 对吧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你有三个选项 它是不能够溶解在水里面的 也就是说 它们没有办法生成相对应的酸 或者是碱 对吧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这边只有这个亚硫酸 它是一个酸 而且它是从SO2这边来的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会是哪一个 B 应该是B对吧 这种题目应该还算简单吧 这样可以吗 先冰你是没有镜头是吗 没有 我在 我在 我在看着 有一个头压着 没有 没有睡觉啊 就是我头 会盖着那个镜头 就是我头 我只听到锦诚在呐喊 很乱了 好这一题有问题吗 没有 还是阿被绑架走啊 什么hello 有听我说听吗 算了啦就这样吧 hello 可以可以可以 不用特别喊它这么大声 这样可以吗 这一题 好来下一题 好下面这一题它讲说 我像下列这四个溶液里面 通入硫化氢这个气体 不会产生成电的 应该是哪一个 好所以A这边 它是硝酸对吧 所以在这边 你的硝酸通入硫化氢的气体的时候 会发生反应吗 不会 因为酸性气体加酸是不会反应不是 来 酵酸有什么性质 氧化性 氧化性 氧化性对吧 所以你的这个溶化氢它又有什么性质 酸性 有酸性吗 这个硫化氢只有酸性吗 它的酸性还蛮弱的我记得 来硫化氢一面 还原性 还原性对吧 硫化氢它具有还原性对不对 对 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氧化性的东西 跟一个还原性的东西 碰在一起会发生反应吗 会氧化还原性反应 所以在这边你的细硝酸 遇到硫化氢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东西 应该有写吧 我记得有写的 二氧化氢 二氧化氢 还有 硫化氢 硫化氢 硫化氢对吧 所以在那边 你产生的这个瘤 它是固体还是什么 固体 固体对吧 所以它有沉淀吗 有 有沉淀对吧 这样可以吗 可是如果我把题目换一下 我把它换成农硝酸的话 它会有沉淀吗 不会 不会对吧 因为你产生的是什么东西 瘤酸 不要化氧瘤酸 还有水 瘤酸对吧 这几个东西都不是沉淀来的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好来 B的话 农瘤酸 农瘤酸跟硫化氢气体能够反应吗 不能 能啊 不是 能还是不能 能不是 能不是 能还是不能 能 水跟 水 水跟 水跟 铤 水跟 铤 水跟 铤 铤 铤铤酸 有什么 这个浓硫酸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它是写浓硫酸对吧 所以你的浓硫酸它表现的是一个氧化性对不对 这样有问题吗 然后遇到这个还原性的气体 它会反映生成这一个单纸的硫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在我上课时候是有讲过说 你不能用这个浓硫酸来干燥这个硫化性的气体对吧 好所以它是不是也有产生这个产品 那有问题吗 好那这个硫化氧遇到这个氢氧化纳溶液会发生反应吗 会还是不会 Hello 其他人呢 会发生反应 会发生反应对吧 但是我反应产生的是什么东西 硫化钠和水 硫化钠跟水对吧 因为你的硫化氢它是一个酸对不对 对 然后你把它跟减反应应该是发生综合反应对吧 所以你可以产生的是一个硫化钠的盐 还有一个水对吧 那硫化钠能够融在水里面吗 来看一下我这边写什么 我的硫化钠的状态写什么东西 AQ AQ对吧 就表示说它能够融在水里面吗 能 它应该是能够融解在水里面的对吧 好所以你做完这个反应之后 你会看到有沉淀生成吗 不会 不会对吧 所以这一题答应应该会是 对 这样可以吗 好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冬季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所以你的嗅水里面有什么东西 HBR BRBRBR BR BR2BR2 你里面有BR2这个东西对吧 好我要你们帮我翻一下课本209页 来翻一下课本209页 BR2跟X谁的氧化性比较强一点 BR 从课本那一个表里面才告诉你的是 你的BR2氧化性大于点大于流对吧 有看到那一条笔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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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所以这边你的BR2氧化性应该是大于流的 这样有问题吗 所以这边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HBR 没有 你的H2S 加上BR2 HBR 然后加一个流 BR加上 一个流 流对吧 而且这个应该是2来的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这边你会产生沉淀吗 会 也会产生沉淀对不对 所以那个沉淀是什么来的 流 单子流 单子流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可以看到在这边 这几个都有沉淀 好所以这一题答应应该会是C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听我讲解好像都很简单 然后自己做的时候是什么鬼啊 这样可以吗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 好下面这一题它讲说下列溶液能够用来 鉴别二氧化碳还有二氧化流的应该是哪一个 好也就是说还要你去区分说现在我有两瓶气体 一瓶是二氧化碳一瓶是二氧化流 然后我给你这四个溶液 你要去鉴别哪一个是二氧化碳哪一个是二氧化流 好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在这边你如果把二氧化碳放到澄清石灰水里面 它会发生反应吗 会 会产生什么东西 变浑浊那个石灰水 炸酸钙 变浑浊对吧 水里面产生的应该是碳酸钙对不对 对 好 那你的二氧化流的话呢 清洪液 然后这个 石灰水里面 会反应吗 会会会会 也是会发生反应对吧 我一样也是产生什么东西 硫酸钙 还有二氧化碳 欸不是 硫酸钙 哪里来的硫酸 是亚硫酸钙 硫酸钙 所以在这边我们 一步一步来看 所以在这边你这个二氧化硫溶在水 我是会生成这一个亚硫酸对吧 然后我的这个二氧化碳溶在水 会生成碳酸对不对 到这边有问题吗 它们两个分别溶在水里面 因为它讲要用下列溶液对吧 你的溶液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水 在你们高一的阶段 你的溶液里面一定是有水的对不对 好所以在那边如果我加这个陈氏石灰水 它是什么来的 CLO CLO 确定 C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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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不要从读出中科学 这是CLO C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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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在那边我加这个钙离子下去的时候 我会产生这一个瓦酸 亚硫酸钙 还有这一个碳酸钙 所以如果你去查一下的话 你会看到说这两个东西 它们都是白色的沉淀 所以你有办法区分 它们哪一个是二氧化碳 哪一个是二氧化硫吗 没有 没有办法区分对吧 因为你观察到的都是什么现象 都是白色的沉淀 都是白色的沉淀对吧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先跳过品红 我们来看绿化被这个溶液的话 我加BA2增下去 我一样会产生的是什么东西 白色沉淀 白色沉淀对吧 所以在那边 你的亚硫酸遇到这一个 被离子的话 产生的是什么沉淀来的 硫化被 你们答案则是越来越离谱 亚硫酸被是吗 你应该是产生亚硫酸被吧 这边都有一个给你抄了 对吧 硫酸被 那我现在如果碳酸加上被离子的话 碳酸被 碳酸被对吧 而且这两个都是什么沉淀来的 白色沉淀 都是白色沉淀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有办法区分吗 没有 也是不能够区分对吧 好那如果我把这两个气体 通入到紫色的石垒四页的话 都是变红色 都会变红色 为什么变红色 两个都会变红色 两个都会变红色 都是酸性气体 因为它们呈酸性 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融在水深层的是酸对吧 所以它会变红色 变红色 所以我不要看到有人写说 它的石垒叶变红色 告诉我这个东西 它是碱性的 我不要再看到这种东西 这是初中科学的 学过了 这样可以吧 好所以这边 它两个都变红色 你有办法区分吗 也是没有办法区分 好所以这边 只有品红溶液 它能够区分 哪一个是二氧化碳 哪一个是二氧化硫 对吧 好所以如果我把这两个气体 分别通入到品红溶液的时候 应该会观察到什么现象 有二氧化硫的那个 它的品红会褪色 通入二氧化硫的那个 品红溶液四页会怎样 会褪色 会褪色对吧 通入二氧化硫那个 不会褪色 应该是不会褪色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 你到这边有问题吗 可以 可以吗 所以这边你们可以稍微记一下 这个亚硫酸钙 它也是一个白色的沉淀 这样可以吗 是 看很兴奋 在跳舞 到这边可以吗 好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再下一题 好所以在这边 它讲说下例有关浓溶酸的叙述 正确的应该是哪一个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在这边它讲A这个选项 浓溶酸跟铜片供热的反应里面 来有谁不知道供热是什么意思 是吗 供热 有谁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一起加热 供热指的是说 我这个浓溶酸跟铜片 一起加热的意思 可以吗 所以我就放在一个原底瓶里面 或者是一个容器里面 让它一起加热 这样有问题吗 好所以在这个反应的过程中 这个浓溶酸它表现出强氧化性 同时又表现出酸性 请问对还是错 错错 肯定是错 错在什么地方 错在什么地方 错在浓溶酸只会具有氧化性 而不具有酸性 在这一个反应里面 它能够表现酸性吗 在这个反应里面 能够表现酸性吗 不能够对吧 因为你的铜 它比青海来的不活泼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在那边你应该把 后面这一句话 删掉对吧 因为它没有表现出 酸性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A这个选项 应该是错的 好那B的话 你的这个活泼 你的活泼金属 跟这个浓溶酸反应的时候 生成的气体 一般会是这个 请问对还是错 哈啰 对啊 对吧 不懂 很像是对 来 铁应该还算蛮活泼的 对吧 对 而且你的浓溶酸 它表现出酸性还是氧化性 氧化性还是酸性 氧化性 氧化性对吧 所以你既然表现的是氧化性的话 你有可能放出氢气出来吗 不可能 不能够对吧 所以这边一般上它放出的会是什么气体来的 二氧化硫 应该是二氧化硫对吧 所以像是你的铁 跟这个浓溶酸反应的时候 而且是要在加热的条件 我放出来的会是二氧化硫 这个气体 这样可以吗 而且要注意它是说 跟浓溶酸反应 如果我把题目改成锡溶酸的话 它会产生氢气吗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吗 好 锡的话 可以 它讲说常温下铁跟铝 不会跟浓溶酸反应 所以它们可以用这个铁字 或者是铝字的容器来储存这个浓溶酸 所以还是错 铁字的不能不吃 确定不能 可以不吃 可以 课本哪一页有写 之前你也想跟我们讲过这一课 课本哪一页有写 没有 366 366页 它是有写过说 常温下铁跟铝 它是可以用这个浓溶酸 拿来装这个浓溶酸的 对吧 因为它会产生一个 氧化膜在外面 这样可以吗 真的是铁灰 你自己看一下课本写什么 课本应该有写吧 有 喂 姐你 你秀给它看一下 有 看到 看到 可以吗 所以这个C应该是正确的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个是错的 好 Dongy的话错在什么地方 你自取 硫化氢这个气体的时候 你是用这个硫化铁二儿来自取 没有错 但是你能够用写溶酸来自取吗 不能 用氏溶酸 为什么不能够用写溶酸 虽溶化氢就有氧化氧 对,在这边 如果你用浓硫酸跟这个硫化铁反应的时候 你的确会产生这个硫化氢的气体出来 但是你产生的这个硫化氢气体 马上就会遇到什么东西 你的里面只有硫化铁跟浓硫酸 然后它们开始反应了 接下来它们会遇到什么东西 你生成出来的这个硫化氢会马上遇到什么 浓硫酸 浓硫酸 对吧 所以你这个硫化氢遇到浓硫酸会发生反应吗 会 会对不对 所以你能够得到硫化氢这个气体吗 到最后的时候 应该是不能够的对吧 所以这边你应该要改用什么酸 吸的 或者是什么酸 吸硫酸 或者是鹰酸对吧 用吸的鹰酸就好了 可以吗 你能够用酵酸吗 也不能 因为它也具有氧化性 吸酵酸也有氧化性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一题答应应该是 C 可以吗 有问题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题 这一题还有问题吗 好来 下面这一题 它讲说我现在将SO2的水溶液在空气当中放置一段时间 然后它讲在溶液中我检测到SO42负的存在 而且这个溶液的pH值减小 好 所以还要你去解释这一段话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所以这边你要怎样解释这一句 这一个事情 所以一开始你的SO2溶在水里面 我应该会生成的是什么东西 亚硫酸 亚硫酸对吧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你的这个SO2溶在水 我应该生成的是亚硫酸对不对 到这边有问题吗 所以接下来你这个亚硫酸它在空气当中很容易发生什么事情 跟什么东西反应 亚硫酸会跟氧气反应 亚硫酸会跟氧气反应 它应该会跟氧气发生反应对不对 好 所以在边 你这个亚硫酸它会跟氧气反应变成硫酸 所以你从这个反应方程式 你是不是就可以解释到说 为什么这个亚硫酸会检测到SO42负的存在对吧 可以吗 好 但是你有解释到为什么这个亚硫酸的皮脂会减小吗 对 如果你直接这两个方程式给我的话 你有解释到吗 没有 没有解释到对吧 所以如果我要你用一个完整的段落 或者是完整的句子来描述这个原因的话 你应该要怎样写 现在是考作文吗 你要怎样描写这一段 从方程式描写成文字的话 你应该要怎样写 二氧化硫会溶解在水中时 会形成亚硫酸 然后亚硫酸 然后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时候 会跟氧气反应 形成硫酸啊 好 所以你如果只是这样写的话 你有解释到这一个皮脂减小吗 如果按照你刚刚这样描述的话 你有解释到这件事情吗 没有对吧 所以你应该要补上什么东西 所以在那边你的亚硫酸是强酸还是弱酸 你觉得亚硫酸是一个强酸还是弱酸 弱酸 很像是弱酸不是 应该是一个弱酸来的对吧 但是你的硫酸是什么 强酸 强酸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边 强酸跟弱酸 谁的皮脂值会比较低一点点 肯定是强 硫酸 硫酸的皮脂值会比较低 对吧 所以这边你是不是就可以解释到说 你的这个溶液皮脂值为什么会减小 对不对 所以如果按照刚刚建平刚讲的话 你只需要在 那个亚硫酸跟硫酸前面补上两个字罢了 对吧 你应该要补上什么字 在亚硫酸前面 过号写弱酸 用写过号了 就直接写出来好不好 所以你就直接写说 你的二氧化硫荣在水里面形成弱酸 这个东西 可以吗 然后而且这一个亚硫酸容易被空气中的氧气 氧化成这个强酸的H2SO4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这边你就再做一个结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溶液它的酸性增强 你的PH值也会跟着 这样有问题吗 而且你还能够检测到SO4而复的存在 这样有问题吗 所以你按照这样的段落去写的话 你是不是就有解释到说 为什么会有SO4而复存在 而且你也有解释到说 这个溶液的PH值 为什么减小对吧 可以吗 应该知道PH值越小代表越酸吧 有谁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我想要统计一下 有谁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不知道吗 有谁不知道 PERS值越小代表越酸这件事情的 不会现在就可以了 好吧 你既然这样讲就算了吧 就这样吧 好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好 下面这一题它讲说 我现在要检验某个溶液中 是否含有SO4而复的方法 正确的应该是哪一个 好 所以A这个选项 它现在在这个溶液里面 加入经过酸化的这个硫酸被 然后它出现白色的沉淀 然后它就说 这个溶液里面原本应该就有 这个SO4而复的存在 请问对还是错 不对 错在什么地方 你们只会告诉我对还是错 二选一当然很简单了 但是错在什么地方 因为酵酸就有氧化性 你的酵酸从哪里来 我现在没有加酵酸 这个酸的话我不一定要用酵酸 我可以用盐酸 然后我加酵酸背下去 产生白色沉淀 然后我就说它一定有SO4而复 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加酵酸下去了 那个CO3而复和SO3而复也能跟被产生白色沉淀 来刚刚你讲CO3而复 还有SO3而复 好但是这边题目告诉你什么事情 经过酸话 经过酸话还会出现沉淀吗 不会 但是这一题还是有问题 出在什么地方 一定有 所以你经过酸话的时候告诉你的是什么事情 你这个溶液里面有什么东西 经过酸话 这个溶液里面含有什么离子 H症 氢离子对吧 好然后我加什么东西下去 酵酸背 酵酸背 BA2症 还有 NO3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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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3复对吧 好这个加这个是什么来的 酵酸 酵酸对吧 也就是说你经过酸话的这个酵酸背里面 你是会产生少量的这个酵酸 对吧 哈喽 是我网路断线还是怎样 没有没有 所以这边你是会产生少量的这个酵酸对吧 对 好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开始溶液原本可能是SO3复的话 你现在有酵酸会发生什么事情 氧化 它会氧化 会变成 SO酸 SO4复对吧 所以你能够确定说原本的溶液里面一定有SO4复吗 不能 不能够对吧 你有可能是什么东西 被氧 被酵酸氧化成 有可能是那个 亚硫酸跟离子 你原本有可能是亚硫酸跟这个离子对吧 但是你因为加了SOT 酸化的这一个硝酸背下去 然后它是不是就会被氧化变成这一个 硫酸跟对吧 所以你才会出现白色的沉淀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说你原本的溶液 到底是SO4复还是SO3复 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边 可以吗 有问题吗 好 所以这边 有听到吗 有 有 好 因为我的另外一台电脑好像断线 所以我现在有点 没有什么安全感 因为我看不到你 第二个选项 我现在加入绿化背这个溶液 我出现白色的沉淀 所以它就讲这个溶液里面一定有SO4复 请问它错在什么地方 先替它没有酸化 这边 这边 什么东西 没有那个是羽羊的声音色 我不知道 好所以这边 你没有酸化的话 你这个溶液里面可能出现的是什么东西 有可能会 SO3复或者亚流酸根 SO3复 还有 SO3复 SO3复 就只有这些吗 就只有这些东西吗 我加入的是什么东西 绿化背 绿化背 什么东西会产生白色沉淀 除了这两个之外 AGCL啊 AGCL啊 我问的是离子 哦 被离子啊 你容易还有什么东西 会让这个绿化背 加进去的时候 产生白色沉淀 AG症 你是有可能出现 AG症这个东西 对吧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 哦 OK 知道但是其他好像不太知道 我在讲什么 背 背不会呢 背就跟这两个反应啊 对吧 你的背跟碳酸跟离子 还有亚硫酸跟离子 是不是产生白色沉淀 到这边可以吗 哦 但是我问的是 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 也会产生白色沉淀 跟这个绿化背 是不是这个银离子 遇到这个CL负的时候 我一样也是产生白色沉淀 对吧 这样可以吗 所以你能够说 里面一定有SO42负吗 不一定 不能 不一定吧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有三种 多了 三个可能在里面 嗯 这样有问题吗 所以它的这个选项 应该是 错的 这样有问题吗 好 所以这边 你的溶液中有 这个SO32负 跟这个CO32负 会产生这个白色沉淀 跟BA2针 除此之外 你的这个AG针 和这个CL负 也会产生白色的沉淀 这样可以吗 我没有写出来而已 这样的问题吗 好 来C这个选项的话呢 对还是错 对 对 对在什么地方 对哦 因为它前期是用那个 盐酸来酸化 然后再用 那个氯化分 也来检测 好来 所以在这边 我加入主量的盐酸 没有现象的话 你可以排除掉什么离子啊 AG酸 你可以排除掉 AG酸 除此之外 你还排除掉什么东西 碳酸跟 硫酸跟 CO32负 跟 SO32负 对吧 好 所以如果你里面 有CO32负 跟 SO32负的话 你加盐酸下去 你应该照理来讲 会看到什么现象 有气体生成啊 你应该会观察到 有气泡对吧 或者是有气体生成 对不对 所以 但是这边 它告诉你是什么事情 它有观察到什么东西吗 没有 没有现象对吧 所以这三个 你是不是都可以排除掉了 那有问题吗 然后我再加 氯化杯下去 它出现白色的沉淀 然后它就说 这个里面一定有 SO42负 所以 我是就已经把前面 这几个排除了 然后再加 BA2震下去 我产生白色的沉淀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一个应该是 对的 对的 好来 Donkey这个选项 出来什么地方 它那个沉淀不容解 不代表它里面有 SO42负 这样快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好 所以在那边 我加入氯化杯这个溶液的时候 产生的是白色沉淀 好 所以在这边 你有可能会是什么东西在里面 A-G-症 A-G-症 还有呢 还有CO32负 SO32负 碳酸跟离子 氧流酸跟离子 那些 碳酸跟离子 跟这个 氧流酸跟离子 对吧 这样可以吗 走一下哈 好 所以这边 你有可能加入 A-G 你这个溶液里面 可能有A-G-症 然后有CO32负 还有SO32负 但是侧边题目 告诉你 我加入烟酸之后 沉淀不溶解 所以基本上 你这几个血项里面 就可以排除掉什么东西 这四个离子 你可以排除掉什么 这两个可以排除掉了 对吧 对吧 好 所以在这边 你有办法知道说 这个溶液里面 一定有SO42负吗 不能 不能 因为 A-G-症 有可能也会沉淀 你也会有 这个A-G-症 在里面 对吧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这边 你产生了 这个白色沉淀 它有可能是 B-A-S-O-4 或者是A-G-C-L 因为你一开始 就直接加入 什么下去 绿化贝 绿化贝 对吧 你有贝离子 然后你有绿离子 到这边 有问题吗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 溶液里面 有可能会有 A-G-症 这个东西 你加下去之后 它会产生 绿化银的 这个白色沉淀 而且这个沉淀 它是不容于 水的 这样可以吗 到这边 有问题吗 好 所以 其实那个 A-G-症 讲哪里 你现在不知道 它就是 你要推敲 各种可能性 是猜的 对 是猜的 你就是要 去综合 你们之前 学过的东西 来推论 说这个 溶液 有可能 遇到什么东西 会发生什么现象 你要这样去推断 这样可以吗 OK 对 如果你前面的东西 学不好 你是不是就 这个会忘记 那个会忘记 对吧 你是不是就会 出现一些盲点 这样可以吗 所以像我刚刚 问你们 B那个选项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人 就不知道里面 有可能会产生 A-G-症 这个溶液里面 可能原本就有 A-G-症 这个离子在里面 你是不是就会 忽略掉这一点 对吧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 再看下一题 好 所以下面这一题 他讲说下列反应中 瘤这个元素 表现出氧化性的 应该是哪一个 好 所以一个一个来看 在这边 你的细瘤酸 遇到新力的时候 它应该发生 反应产生的是什么东西 来 黄德义 我要黄德义回答 来 黄德义在吗 在 所以现在我有这个 锡瘤酸 遇到这个行李 它会发生反应吗 产生的是什么东西 产生的是什么东西 ZNSO4 ZNSO4还有咧 还有 这是初中科学的 水 这是初中科学 我很确定 我加星期还是水 你觉得呢 应该是 应该是水 确定 那你初中 自取 亲戚的时候 是怎样自取的 忘记到完了 忘记到完了 算了 不想讲 好 所以在这边 你这个硫酸 加入新力的时候 我应该产生的是 硫酸 心 还有亲戚 对吧 在这边 你的这个硫 还有发生 氧化 反应吗 可以 没有 我还没有问完他的 好 所以在这边 不用紧下一题 还是得意来回答 所以在这边 它没有发生 氧化还原反应 对吧 所以它有表现出 氧化性 或者是还原性吗 没有 没有对吧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发生 氧化还原反应 你的这个流元素 没有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这样可以吗 嗯 好 所以这一个 它没有表现 氧化性 好 第二个 你的这个二氧化硫 加上氧气的反应 我应该会生成的是什么东西 在催化剂 跟高温的条件下面 来 莱恩在吗 我 还人不在 我 在 莱恩不在 因为我看到它的名字 它把它改成L 就爱版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来 来 黄德义 快点 这应该不难找吧 嗯 反应方程是应该不难找吧 这会等于 二 两个 我应该会生成的是什么 两个SO3 SO3 这个气体 对吧 好 所以这边 你可以看到 这个反应方程 是长这个样子 好 所以在这边 你的流这个元素 它发生的是氧化反应 还是还原反应 来 二氧化硫 这边 硫的氧化数是多少 硫的氧化数 二氧化硫那边 二氧化硫那边 二氧化硫里面 硫这个氧化硫 是多少 这个 正式啊 正 是对吧 好 反应之后 变成三氧化硫的时候 硫这个氧化硫又是多少 这边 你要怎么 正 硫 正硫 对吧 所以我从正式 是变到正硫 氧化还是还原 我是被氧化还是被还原 这个流它是被氧化还是被还原 被氧化还是被还原 被氧化 被氧化对吧 因为它的氧化数是怎样 因为它增加了氧化数 氧化数上升对吧 也就是说 你在这边 你的这个流 它是被氧化的 所以这边 它应该是还原剂还是氧化剂 氧化剂 被氧化的 还原剂 还原剂对吧 那它有表现氧化性出来吗 你是一个还原剂 那你应该表现的是什么性质出来 还原性不是 还原性对吧 所以B这个选项 它有表现氧化性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对吧 这样可以吗 好来 C这个选项 来 邓宇泽 你的铜 跟这个浓硫酸反应的话 我应该会生成的是什么东西 C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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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水 还有呢 然后 下载 SO2 SO2 这个气体对吧 好所以这个粉硬它需要在什么条件下面进行 加热 它要加热对不对 好所以它的方程是长这个样子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一边 你的这个瘤 酸里面的这个瘤氧化数一开始是多少 瘤 2 4 -6 蛤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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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错 我从来没有看过 66666 6666 666很6 666 666 所以在那边一开始 你的这个流的氧化数是正6 反应之后变成什么东西 是这个吗 还是这一个 A还是B 我反应之后 A 好 如果你变成A的话 它有发生氧化反应吗 你这个流还是多少 流还是 没有发生反应 没有氧化反应 没有发生氧化反应对吧 所以在那边你有办法判断 这个流酸它的氧化性还是反应性吗 没有 所以你应该要去看的是A还是B B B对吧 所以这边你的B的时候 这个流的氧化数又是多少 正4 正4对吧 所以你从正6变成正4 氧化数上升还是下降 下降 下降对吧 所以它发生的是氧化反应 还是还原反应 还原反应 还原反应 那它表现出来的应该是氧化性 氧化性对吧 所以这几答应应该是 C哦 C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在边 这一个三氧化硫跟水的反应的话 换另外一个人 叶伟豪 你好 老师 所以在边 这个三氧化硫跟水反应 我应该会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三氧化硫化硫酸 SO3加上H2O 呃 硫酸啊 硫酸对吧 好 所以在那边 我从H2 我从SO3变成H2SO4的时候 氧化素有发生变化吗 对于硫这个氧化素的话 反应前这个三氧化硫里面 硫的氧化素会是 呃 振六 振六 反应之后它还是 振六 振六 对吧 所以它们之间有发生氧化素的变化吗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所以它们应该是没有办法 去判断它们的氧化性 对吧 因为这个钢板就不是一个氧化反应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所以这一个冬季应该是错的 这样有问题吗 好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C 可以吗 所以我要把LMT出去那个Google Classroom吗 不要这样坏了 好 算了啦 到时候再讲吧 好 这一题有问题吗 好 来 下一题 好 下面这一题它讲说 下列反应中一定有白色沉淀生成的 应该是哪一个 好 所以第一个它告诉你 我像这个9字的亚硫酸钠溶液里面 加入BACO溶液之后 再加入吸盐酸 好 所以这一整段的话 有一个隐藏的条件 请问是哪一个 有谁知道吗 9字啊 9字 对吧 好 所以在那边 9字告诉你的是什么事情 我放很久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在那边 你还有可能还会是 亚硫酸钠这个溶液吗 但我放很久了之后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硫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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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应该会变成硫酸钠对吧 我上课就有讲过说 之前我在实验室 我想要做这个 亚硫酸钠的溶液 但是我发现 里面全部变成什么东西啊 硫酸钠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现在我用 我用的这一个溶液 已经变成了 Na2 So4这个东西 这个笔真是好 在学校也这样 在家里也这样 这个应该是Na2 So4 好 所以我加BACL下去 我应该会产生 的是什么东西 NaCl NaCl 还有 BASO4 配评你们自己配 应该这边是2 我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我声称的这个BASO4加酸 它会溶解吗 会溶解吗 BASO4能够溶在酸里面吗 不能 不能够对吧 所以这一个反应 所以这一个反应里面 我是会产生沉淀 对 这样有问题吗 所以这一个应该是会产生沉淀 而且这个沉淀是什么来的 白色的沉淀 什么来的啦 BASO4 这个应该是BASO4来的 这样可以吗 好来 第二个 我现在向这个Na2 CO3的溶液 加入经过酸化的这个绿化钙溶液 好 所以这边会产生沉淀吗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 我们就先不要管那个酸化 我们先来看 当你的Na2CO3运到这个CA2症的时候 它会产生沉淀吧 会产生沉淀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 你现在产生的这个沉淀应该会是什么来的 CO3二负 加上CA2症 这个应该是 CACO3对吧 可以吗 好 接下来你这个CACO3 它告诉你我是在酸化的条件下面 所以你应该要加上什么东西 我经过酸化 所以这个溶液里面有什么东西 HCol 我不一定是要用HCol来酸化 我可以用醋酸吧 反正它就会有氢离子在里面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一边 你的碳酸 钙 加上氢离子 我会变成什么东西 如果我直接写这个离子分成是你们就写不出产物了对吧 碳酸啊 确定 你就把它看作是HCl来看 所以在那边你的CCO3加上HCl 我应该会观察到有气泡生存对吧 所以你在写方程式的时候能够写成碳酸吗 不能够对吧 因为碳酸它是溶液来的对不对 但是你实验有观察到气泡产生对吧 而且那个气体应该会是二氧化碳来的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这边的话 它有产生沉淀吗 如果这个整个反应走完的话 没有 但是如果它是拿碳酸来酸化的话 碳酸来酸化没有人会用这种东西来酸化的 而且碳酸也不太稳定 可以吗 好来 第三个 我现在用这个亚硫酸钠通入Cl2这个东西 然后再加BACl2溶液跟吸盐酸 好 所以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Cl2这个东西还有什么性质 Cl2还有氧化性对吧 所以在这边 你的SO32-能够被氧化吗 它应该是能够被氧化的对吧 所以可以看到说在这边 你的SO32-会在氯气的氧化下面 变成SO42- 虽然你写不出它的方产是出来 但是你可以知道说 Cl2本身它是有氧化性的对不对 而且它的氧化性应该还算蛮强的对吧 对 可以吗 所以如果连氧气都 然后就跟第一个氏子差不多 所以如果连氧气这种氧化剂都能够氧化掉 这个SO32-的话 比氧气还要强的氧化剂 是不是一定也能够把它氧化掉 这样可以吗 所以在那边后面是不是就发生类似的事情 你的SO42-再加B2增下去 而且就算加酸它也不会溶解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个反应还有产生沉淀对不对 这样有问题吗 没有 好来 那最后一个的话 也是一样 我现在加酵酸下去 我一样也是会被氧化掉对吧 对 所以在那边你的SO32-一样会被这个酵酸氧化掉 变成SO42- 然后我再加BACL下去 它也会产生白色的沉淀 这样可以吗 所以这边有三个会产生沉淀 所以这一题原本在你们课本374页答案应该会是A来的 可以吗 这样有问题吗 所以这边有这三个会产生沉淀 这样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看下一题 所以这一题它告诉你说 这个二氧化硫跟潮湿的氯气它都有漂白性 然后它现在讲这个CL2跟SO2在相同的状况下面 等体积混合 然后他题目要问的是这个混合气体它还有没有漂白性 好所以在这边你的CL2还有什么性质 氧化性 氧化性对吧 而且它是强氧化性还是中等氧化性还是弱的氧化性 还蛮强的 还蛮强的对吧 然后二氧化硫的话呢 还有什么性质 漂白性 性质外呢 还原性 氧化性 它同时具有氧化性跟还原性对吧 好所以这边你可以知道说二氧化硫跟氯气谁的氧化性会比较强一点 氯气啊 应该是氯气的氧化性比较强一点对吧 好所以我现在先把它写出来你的CL2具有强氧化性 然后SO2它具有氧化性跟还原性 好然后我刚才是要你们去比较说CL2跟SO2谁的氧化性比较强对不对 好所以接下来你的CL2它是比较强的氧化性 所以在这边你的SO2它应该是扮演氧化性还是还原性 还原性 还原性 讲可以吗 好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你的这个SO2如果融在水里面的时候 它应该会变成什么东西 H2SO3 亚硫酸 亚硫酸对吧 然后你这个亚硫酸 我加上CL2的时候 它能够被氧化吗 能够 能够被氧化对不对 所以你的亚硫酸会被氧化变成什么东西 硫酸 H2SO4 然后你的CL2被还原变成什么东西 你的你的CL氧化数还可以再下降到多少不了 所以这边你应该前面应该会再补两个水给它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现在把它的方程式按出来给你们看 所以这边你的这个CL2跟SO2然后在湿润的条件下面它会生产的HCL跟H2SO4 所以你这两个产物都有漂白性吗 这两个产物有漂白性吗 没有 很像没有 没有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混合气体 它还会具有漂白性吗 没有 应该是没有对吧 应该是没有对吧 所以这个这个混合气体它会失去它的漂白性 这样可以吗 所以不是说你把两个具有漂白性的东西放在一起它们都一定会增强的 这样可以吗 不要 请问下雨 那姐还有课吗 方学有 方学有 选秀 有谁选秀吗 我 好 那这些我要讲吗 不要讲了 好 这一题我下一节课再讲可以吧 因为我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我今天就先唱完这边有问题吗 没有 OK 没有问题 要讲 什么是平红 我不知道 平什么 平红 平红 在二氧化流那边我讲过了 它是一个有色的物质来的 所以它一开始应该是红色的 我 我power point应该有吧 你看一下在那个 我找一下 要休息的就是休息吧 然后有选秀的就等一下去上选秀 谢谢老师 找一下 谢谢 谢谢老师 奇怪 平红在哪里 在你们 那个 等一下 你们的power point的第几页有找下来 你们的power point的第几页有找下来 在power point的第45页 OK 我过去看下来 那个分子的结构不用去记啊 那个我没有要你们记 OK 我 然后但是我下面有写它是红色变成无色 你就只要记颜色就好 我没有要你们记那个结构 那个结构 我自己也记不起来 OK吗 OK 谢谢老师 如果这个章节题目讲完 我应该会讲历年考题吧 要我讲历年考题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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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们手上有历年考题吗 有 都有吗 有 买了买了 去年 我讲学校的 毕年很罢了啦 啊 学校的 对对对 学校的 学校的这么要用买哦 来 来 做看的 做爽的吗 做东西 你们你们就 拿那个历年考题 自己练练看哈 不要到时候讨论的时候 又全部摸杀杀的 那我 先从19年开始好了 我 我手上是有历年考题啦 因为我那时候有去图书馆借 我看要不要把它拍上去给你们 我再 我再看吧 我最近很多事情都做 OK吧 所以到时候你们如果有看到那个 Google Classroom那边 所以我post一个 topic是历年考题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有把它拍照丢上去 可以吗 好 那今天大概做到这边 然后我今天 应该会把今天上课的这个影片 丢到这个 Google Classroom上面去 这样可以吗 所以如果你刚刚上课的题目有些 可能你来不及操的 你再 你之后 再把它重看一次 你就直接跳到你要的那个题目 然后那边 去看说 哪一个地方你没有操到 然后你再自己操 这样可以吗 所以 好那我就先拜拜了 我要讲装听不到吗 好啦讲讲讲讲讲 讲大声一点我听不到 刚才讲那个最后讲讲要投的那一题 他的答案是不是 A是NAS 然后B是FES 我下一节课再讲 先不要破梗 不是我 我是想要问看答案对不对吧 我下一节课再告诉你答案可以吧 OK可以 不紧张吧 不急吧 不紧张不紧的 那你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是说A是NAS 然后B是FES A就错了 A就错了 B是什么 FES B对A错 然后呢 然后C是H2S C不是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不是 D SO2 我看一下 你应该是这两个的ballet哦 我看一下哈 我现在有点忘记题目是什么 你刚刚讲C是什么哈 H2S C不是H2S 然后你的Donkey SO2 不是这两个的ballet哦 然后你的E E是S不是 所以你 5题错3题 因为我刚才是零食做事还没有很确定啊 所以我回去再研究一下 好那就这样吧 哦是 啊哈 什么 确实刘酸可以跟 不活泼金属跟 也就是活泼跟不活泼金属反应的事啊 什么意思 就是硫酸能跟 就是硫酸 硫酸要吸的还是浓的 浓的 可以跟 不活泼的金属 跟活泼的金属反应的 都能的 硫酸像是 赢的话好像 可以但是赢之后的 我好像没有看过 薄跟金属散是不能拿 但是铜可以 因为铜算是 比较活泼一点 比起赢跟 金属那些 对 它还勉强可以把它氧化掉 但是金跟薄 你就算用 硝酸的氧化性 应该比硫酸强了 对吧 你的硝酸都没有办法把这个金氧化掉了 所以 很显然的 你的这个硝酸 它应该也是没有办法跟它反应的 对吗 OK 所以基本上 到铜那边 铜那边基本上还可以 赢我有点不太确定 OK吗 OK OK 这样 这样 你这样 金跟 那个薄那些 跟小酸不能 这样亡水可以吧 亡水 因为它里面有加那个 CL 可是它参加一起了 就可以 它里面其实本来发生的事情是 因为你们还没有学到那个东西 因为你的金会跟这个CL副产生 那个配位键 所以它会形成像是AUCL4这个离子 所以你产生离子 它是不是就会溶解在里面 溶解在水里面 你们还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现在解释你们也听不懂 OK 所以你因为你里面有补这个HCL下去 所以你虽然有这个硝酸 它的确是可以氧化掉金 但是因为它氧化了之后 马上又会还原成这个金原子 所以基本上你看起来 它是没有发生反应的 但是如果你加了HCL之后 因为你的这个 绿离子会去把这个AG 变成离子的这个AU AU 我刚才讲的 变成AUCL4这个离子 溶解在水里面 所以你看起来它就会慢慢溶解掉 这样可以吗 OK 基本上大概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的原理 我是没有讲得很清楚的 可以吗 好 谢谢老师 我现在先把那个丢上去 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先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老师 如果讲那个浓硫酸 它氧化性强的话 它的反应一定是 只有二氧化硫 然后只有 然后锡硫酸就会是清晰 因为你的浓硫酸 它表现的是氧化性啊 所以氧化性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应该是要留这个东西去反应 对吧 所以在那边你产生的只会是 二氧化硫 不然你既然是留这个东西去表现氧化性 你总不可能留表现氧化性 然后它没有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对吧 它总要变成某个东西 对不对 它总要被还原成某个东西 对吧 它不可能反应之后 它还是编回去SO4而复 这样它是不是就没有发生氧化还原了 这样可以吗 就是不是H反应是S反应啊 对啊 OKOK 然后锡的话就是H反应啊 C的时候就是H振离子去反应 OK吗 如果是锡的时候还是酸性 酸性啊 对啊 然后浓的时候是氧化性 对啊 OK 下我可以 好 啊 转发明镜与点点栏目